水是生命的源泉,没有水就没有生命。 但是,水在行星形成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,它可以影响行星的大小、结构、温度和化学成分。 那么,水是怎么分布在行星形成盘中的呢? 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天文学家的问题,因为我们很难观测到一个稳定的行星形成盘,也就是最有利于行星诞生的地方。 不过,现在我们有了Alma望远镜,它可以在毫米和压毫米波段观测到恒星周围的气体和尘埃。 最近,天文学家用Alma望远镜观测年轻恒星H.L.Tauri,它距离我们大约450光年,位于金牛座分子云中。 这颗恒星还没有进入主序阶段,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开始核聚变,估计形成还不到十万年。 它周围有一个巨大的行星形成盘,直径大约有300天文单位。 这个盘子里有很多气体和尘埃,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,还有大量水蒸气。 是的,你没听错,是水蒸气,就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云彩成分。 这些水蒸气的总量至少是地球上所有海洋的三倍,而且它们主要分布在盘子内部,距离恒星大约10到60天文单位的地方。 这个发现让天文学家大吃一惊,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在这么远的地方看到水蒸气。 按照常理,这个区域的温度很低,水应该以冰的形式存在,而不是蒸发成气体。 而且,这个区域还有很大空隙,就像戒指一样,把盘子分成了内外两部分。 空隙可能是正在形成的行星造成的,在盘子里画出了一条清晰轨道,把周围的气体和尘埃都吞噬或者推开了。 那么,这个行星是什么样的呢? 它有没有水呢? 它有没有可能孕育生命呢?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,天文学家需要收集分析更多数据。 它们希望能够用傲慢望远镜继续观测H.L.Tauri,甚至找到更多类似的年轻恒星,探索行星形成的奥秘。 这项研究已经在《自然天文学》杂志上发表。 研究团队Stefano Fattini博士说,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在可能形成行星的地方看到水蒸气海洋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,让我们对行星的起源和演化有了更深的理解。 合作者之一Leonardo Testi博士也表示, 能够在450光年外不仅探测到, 而且清晰地看到水蒸气分布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